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样的话就会效率好一点 如果要考虑说我这样会不会有责任 还没有到雨量 还没有风力 还没有达到标准 再犹豫也有可能 我们也有这个经验 当然这个首长救灾都是很辛苦的 不过就是说 以人民为安全跟方便为优先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国台办今天有回应你所提的 针对你有讲过说民党跟共产党是无冤无仇 但是你有提到说当初民党推动台独 是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 那国台办今天回应说 国台办愿意跟台湾的各政党进行交流 但是如果民党还是主张台独并坚持台独 就是给自己设下了跟中国交流的障碍 你怎么看 我没有看到那个原文 不过这个也是他的基本立场 我也不意外 谢谢 院长那你怎么看就是说 院长 我会不会再讲一句话就是说 那个美牛啊 本来民党昨天是呼吁说要休会 但国民党坚持要开会啦 就对 我觉得因为有比较大的天灾嘛 所以民进党党团当时要求说休会 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 人民的感受嘛 地方灾害那么大 那立瓦为没有回去 在那里冲突 也没有急着几天嘛 那个是正确的 我想他们可以再考虑一下 他会不会觉得国民党他也政治算机 我不晓得啦 是谁在决策 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现在离开那个政治核心 比较远一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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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